妈妈 快点亲她一下 为什么呀 看她会不会变成一枝青花 彤彤 乖 早点休息 爸爸 妈妈还没有亲到你呢 我先去洗澡 妈妈 爸爸怎么了 爸爸可能是太累了 我们睡觉好吗 嗯 来 来 你怎么了 没有啊 你怎么最近都对我乖乖的 可能刚手术完 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吧 我通 你有没有什么事要告诉我 什么事啊 没有啊 哦 我先去睡了 别这样相信他相信他 这么早就不工作了 先休息吧 哦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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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天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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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坏女人为了一己私利 迫害我的家庭挑拨兄弟不合 今天我要让大家看一看 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怎么会有这些照片 铁证如山 你看见了没有 他一边跟你纠缠一边有勾引着相聚 他脚踏两只船根本就没有按好心 爸 爸 爸 你听我解释 这不是真的 你相信我 你听我解释 这不是真的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那天在医院里打电话给你 你没接机的吗 你电话关机第二天 你跟我说你在美玲家 其实那天张元根本就没有出差对吧 你根本就没有去美玲家 还记得吗 后来我问你 有没有事要告诉我 你说没有 为什么要对我撒谎 为什么 你还躺在医院里 他就迫不及待地和别的男人去约会 他怎么敢跟你说实话 我要你亲口告诉我 那天晚上 你到底在哪里 我 我那天晚上 我确实是在想真假 对不起 对不起 你 这都是误会 我求求你 你要相信我 这都是误会 你听我解释 你听我解释 为什么要撒谎 那这照片又是在做什么 你不是在跟他上床又是在做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这些照片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是误会 我求求你相信我好不好 一句误会 你叫人家怎么相信你啊 我一直在说服我自己 我要相信梧桐 我要相信梧桐 可是你他让我失望了 上君 你帮忙告诉他们 这不是真的 你说话呀 拍得很清楚 这可是侵犯我的隐私 上君 你告诉他们 我们在你家什么都没有做啊 你说话呀 你 我同 我们之间的事 需要跟他们解释吗 将军 你只要告诉我 这是不是事实 照片拍得很清楚 你要我告诉你什么呀 上君 你为什么要这样 这都不是真的 不是那样的 上君都承认了 你还不承认 你还不承认 你以前喜欢上君 我都无所谓 我没有 你还给我 可是现在我是你丈夫 我们已经结婚了 正宝 你 你居然跟这个女人结婚了 你 行 自宁 你 你 快快快 慢 自宁 自宁 我懂 你别碰我 我是真的 我 我的真识 我是也知道 爸 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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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过去 周某 我有话跟你说 就几分钟就好 我怀孕了 我们先走吧 我怀孕了 你是来向我炫耀 你们这一对肩负淫妇 有多恩爱吗 这是我们的孩子 这是我们的孩子 这是 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 离婚协议书 我会千好拿给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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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蛋 你是不是人啊你 老婆 你怎么害李仲谋我不管 你怎么能害梧桐呢 梧桐在你的梦后 他把你当朋友 你是不是人啊你 小心点 自行好好 你让开 五年前李仲谋 就抛弃了梧桐 现在你还能又 抛弃了梧桐一次 你怎么忍心啊你 你滚 美玲 你赶紧走 出去 你出去 等等 住起来 等 小军 我求求你 跟我去找李仲谋好不好 跟他解释清楚 童童不能没有妈妈 我肚子里的孩子 也不能没有爸爸的 我求求你了 你跟我去 你跟我去 走 走 告诉他这个孩子不是我们的 你快点解释清楚 你听我说吧 你快说清楚 这个孩子不是我们的 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没有 你快说话呀 说话呀 请问你们到底是在演哪一处 你要相信我啊 周萌 不是你想的那样 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就算不是那样能怎么样 我不是说不要再见到你了吗 你现在拉着这个奸夫过来要干吗 在那边一唱一鹤的 演得很好吗 打啊 再打呀 再打呀 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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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头 你要干吗 武童 你冷静一点 你这样很危险 把车停下好不好 你让我怎么冷静 武童 把车停下 我会跟立种猛说 我们什么都没有 你现在说还有什么用 武童你不要这样 你放开我 你不要这样 解开 武童 武童 你别 武童 武童 你不要这样 解开 武童 不要这样 武童 不要这样 武童 不要管我 武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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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一下 让一下 切副一下 谢谢 让一下 切副一下 你满意了吧 你怎么这么说 我 我也不想这样 我只是想要你们兄弟 闭嘴 你觉得你现在 还有资格说这些话吗 经过我们对现场的勘察 这起车祸有很多的疑点 我怀疑这不是一起简单的交通以外 所以才通知你们过来 这场车祸很有可能是蓄意谋杀 撞车的角度 速度和力度 都不是正常车祸所应该有的 现场的痕迹告诉我们 有一个司机在撞车的时候 并没有踩刹车 你是谁让你动你了 干什么 干什么 不要动他 不要动他 周毛 我刚刚在楼下听警察说 他们在找肇事司机 警方怀疑不是意外是谋杀 怎么办 你够挺清楚 车是我开的 什么意思 为什么 你把相军害成这样 难道不用付出代价吗 我不是要害相军 如果警察来查 我自己会负责 我这么做只是因为你是童童的母亲 还有你肚子里那个不知名的孩子 我不希望他们两个孩子以后 以你这个母亲为止 你为童童付出的一切 我现在一并还给你 从此我们两不相见 离婚协议书我已经签好了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待会儿不论发生什么事 不要让他开口说话 知道吗 请问谁是赵的司机 我是 我们怀疑这不是一起 简单的交通意外 而是一起谋杀 请你跟我们回去 配合调查 走吧 等等 你为什么要拦着我 你没听到警察说什么吗 是谋杀 你是不是想害死众毛 相军万一醒过来 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呢 谋杀罪名一旦成立意味着什么 这事跟周末没有关系 我要去跟警察解释清楚 你让我去 我也恨不得你现在 就跟警察说清楚 你才是最后祸首 可是周末决定替你顶罪 你现在许只会让他罪上加罪 你知不知道 李伯母年纪大了 童童还小 公司上上下下 没有一件事离得开他 可他决定替你顶罪 让警察带走 巫头 你就算报复他 你也应该满足了吧 你别怪我放狠话 周末自从认识你 就没好过 你给我听清楚 你最后离他远点 越远越好 我也是 肯定带走 真是